中華職棒的四項之戰 在天母棒球場舉行 賽前特別邀請TV主播卓君澤 與主場球隊統計師Uni Girls表演 炒熱氣氛 第一次在職棒費跳舞的卓卓 直呼好緊張 好 我覺得跳舞比較緊張 因為其實Ando老師 然後還有LB隊長 他們都很認真的在教我 然後希望我可以有很好的演出 剛剛應該沒有落差吧 其實應該是沒有打100分 因為我也看不到他跳得好不好 卓君澤密集苦練 表演前一晚還緊張到無法安心入睡 不過更讓他興奮的是 登上投手球開球 卓君澤表示 一直以來用記者的角度訪問球員 從沒想過可以站上球場 讓他圓夢了 因為過去的開球來賓如果是女生的話 他們都會想要往投手球前面再走幾步 對 可是我覺得身為體育主播 絕對不能落魁 所以一定要站在投手球上 而且我賽前有特別去找了郭總 來當我的投手教練 所以想說應該是沒問題 這場賽事 吸引七千多名球迷入場觀賽 統一師隊以優勢的打擊火力 全場16支安打得11分 擊敗中信兄弟隊拿下4連勝 與目前排名第一的中信兄弟 只剩一勝之差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HAPPY報道 HAPPY報道